好家伙 你敢相信吗 有时候玩具忽然找不到了 竟很有可能是他们自己跑丢了 这是一群拥有生命的玩具 正在说话的是他们的头头胡迪 而说话的内容主要是两方面 第一 他们的主任安迪即将搬家 他们得努把力 不让任何一个同伴被落下 第二 因为搬家 安迪的生日派对提前到了今天 他们得注意一下安迪是否会收到新玩具 毕竟那就意味着他们很可能会被打入冷宫 再也受不到安迪的宠爱 此话一出 全场躁动 而为了安抚一下大伙的情绪 胡迪决定派出侦察兵去客厅打探情况 不得不说 这一招非常有用 但显而易见 这个时候胡迪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丝毫没有想过自己的地位也会动摇 毕竟 他之所以成为头头 除了他非常聪明 也是因为他深受安迪的喜爱 很快 侦察兵们传来了消息 安迪确实收到了一个新玩具 名叫巴斯光年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巴斯丝毫不觉得自己是个玩具 还尖尖地认为 自己是个因飞船损毁 意外降落在这个陌生星球的太空奇景 这让胡迪很是无奈 直接就指出 不会飞的巴斯根本不可能是太空奇景 结果巴巴打脸 巴斯就当着众多伙伴的面 展示了一波飞行能力 但尽管如此 胡迪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 觉得巴斯的飞行 只是借助房间滑梯等众多物件的一个巧合 不过 无奈的是 现在根本就没有玩具相信他 而相当帅气功能先进的巴斯 没多久便赢得了很多玩具的喜爱 就连安迪这个小主人 也对他爱不释手 变得不怎么搭理曾经的宝贝胡迪了 就这样 胡迪地位骤相 心里头那是非常不爽 并在情绪失衡的影响下 开始想方设法地跟巴斯作对 尽管一直没有取得什么好效果 一天 安迪要去一个叫做 披萨星球的游乐场玩爽 却只能携带一个玩具童王 胡迪很清楚 有了巴斯 失宠的自己肯定不会是那个姓缘儿 便打算敲轻用玩具车 将巴斯撞到桌子的夹缝里 这样 主人找不到巴斯 或许就会带上自己 说干就干 胡迪立刻出了手 但一个没弄好 竟把巴斯唰的一下撞到了窗户外 这让其他的玩具非常愤怒 觉得胡迪根本就是故意想谋杀巴斯 胡迪百口莫辩 而紧接着 安迪便推开房门走了进来 因为没有找到巴斯 果然准备带着胡迪一起去披萨星球 这个时候 落在草丛里的巴斯 看着安迪手里的胡迪 忍不住怒从心中来 一把就跳上了汽车 想找胡迪算算总账 随后 趁着汽车停在加油站的空隙 巴斯找到了胡迪 胡迪看见巴斯没事 心里头特别高兴 奈何巴斯完全没有给他任何解释的机会 蹦的一跃 就把他扑下了车 想让他知道知道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但谁也没想到的是 就在他们打得正欢的时候 车子忽然启动了 他俩被遗落在了加油站里头 这一刻把胡迪整蒙圈了 想到自己即将成为一个惨遭抛弃的玩具 一个人直接崩溃 毕竟安迪很快就要搬家 而他如果不能及时赶回去 便会被迫跟安迪永久分离 巴斯无法理解这样的心情 他满脑阔都是重返宇宙 拯救宇宙 气得胡迪直接就是一个怒吼 说他只是一个玩具 一个会动的玩具 巴斯不以为然 还觉得胡迪这人简直可悲 决定跟他分道扬镳 各走各路 胡迪立刻就答应了 但下一秒 一辆印有披萨星球标志的车子 便忽然出现 胡迪非常激动 感觉自己看到了回家的曙光 同时 为了跟伙伴证明自己并没有害死巴斯 还决定带上巴斯 一起去披萨星球找安迪 就这样 胡迪找到了巴斯 谎称自己找到了一艘飞船 然后带着巴斯搭乘顺风车 抵达了披萨星球 但事情怎么可能那么顺利呢 就在胡迪发现了安迪 准备和巴斯一起回家的时候 巴斯猛然发现了一个 飞船造型的抓娃娃机 便一路飞奔 跑到了娃娃机里头 这一刻把胡迪整麻了 但也只能无奈地追了过去 丝毫没想到 自己和巴斯进入了娃娃机不久 邻居家那个名叫阿薛的孩子 竟也跑来了 阿薛臭名昭著 最喜欢虐待玩具 巨部完全统计 进了他家的玩具 就没有一个能够平安无事地存活下来 于是 胡迪立刻暗倒巴斯 想要隐藏两人的行踪 但人力有时尽呢 最后两人和一只三眼仔 齐齐被阿薛塞紧包带回了家里 而刚进门没多久呢 阿薛就把三眼仔扔给了狗狗阿德 让他咬着玩 接着 又一把抢过了妹妹的玩偶 将其带到了房间里 给玩偶进行起了脑部手术 结果 漂亮的玩偶顶上了一个恐龙脑袋 将阿薛妹妹吓得不轻 至于玩偶 也被阿薛一把扔在地上 来了个失手分离 当然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阿薛的房间到处都是玩具的残肢断体 还有各种经历残酷手术 变成了怪物模样的可怜玩具 比如说 这些奇形怪状的恐怖玩具 将胡迪吓得惨叫连连 还刷得一下窜到巴斯身上 人生第一次希望 巴斯的武器真的管用 好保护两人免受折磨 但这能有什么用呢 第二天 胡迪便落入了阿薛的魔爪 被他用放大镜 在额头上烫出了一个大洞 后面要不是阿薛急着去吃点心 怕是胡迪的小命就这么丢掉了 经此一劫 胡迪越发坚定了想要逃走的信念 看见房门没关 便立刻准备跟巴斯逃出阿薛家 结果没曾想 刚走到楼梯口 就遇到了阿德那头恶狗 而后巴斯在阿德的追捕下 意外闯入了一间卧室 并从电视上太空奇景的 系列广告中得知 自己真的只是一个普通玩具 这让巴斯非常崩溃 看见窗外飞过的小鸟后 更是再次站到了楼梯扶手上 他想证明自己是真的会飞 结果却重重地砸到了地上 连手臂都给摔断了 紧接着 阿薛的妹妹路过这里 并带着巴斯和巴斯的断手 回到家里玩起了半家家 这让曾坚信自己是英雄的巴斯 愈发无奈 而趁着妹妹离开房间 胡迪立刻就冲了过来 带走了巴斯 他打算透过窗户 跟对面的伙伴求救 并用灯绳 将自己跟巴斯偷渡回家 但问题在于 之前巴斯坠落的事 让伙伴们非常犹豫 而巴斯本人现在也已然崩溃 完全没有配合胡迪出逃的想法 只把自己的断手丢给了胡迪 于是乎 当安迪家的其他玩具 看见巴斯的断手 立刻就断掉了巴斯已死 而凶手正是胡迪 就这样 胡迪的出逃计划再次以失败告终 但值得庆幸的是 那些怪物玩具的内心 其实非常善良 就一把围住巴斯 将他的手重新装了回去 就连昨晚那个 失手分离的漂亮玩偶 也被他们成功救下 再次赋予了新的生命 不过好景不长 阿薛忽然兴冲冲地跑回了房间 想用自己新到手的火箭 把胡迪炸掉 奈何此刻 胡迪的躲避技能 已经完全加满 阿薛根本就找不到他 于是 可怜的巴斯 就成了那个替代者 被阿薛牢牢地绑在了火箭上 好在这时 方外适时地下起了大雨 根本不适合发射火箭 巴斯这才得以保住小命 但是阿薛并没有放弃 明天是个好天气 他定好闹钟 就准备在明天早上 送巴斯归天 很快 夜幕降临 胡迪呼叫起了巴斯 希望他能帮帮自己 之前帮火箭的时候 阿薛误打误撞地 用一个工具箱 压住了他藏身的篮子 只可惜这个时候 巴斯根本提不起半点精神 觉得只是一个玩具的自己 帮不了任何人 胡迪听了很是无奈 对他而言 当一个玩具 可比当一个太空奇景好多了 更何况 巴斯是安迪心中最棒的玩具 有非议 能闪光 还可以讲话 如果自己也有这些功能 或许 安迪也会更喜欢他吧 说到这 胡迪失落地坐下了 而巴斯低头看了看 自己脚底板上 那个属于安迪的名字 最终还是接受了 自己是个玩具的事实 接着 巴斯帮助胡迪 从篮子里逃了出来 但没过一会儿 意外便发生了 闹钟忽然响起 阿絮也立马清醒 一把好过桌上的巴斯 便赶紧向院子里跑去 现在 他已经迫不及待 想将巴斯送上天了 胡迪见状也立刻追了出去 无奈却在门口 再次撞进了那只恶狗阿德 这就没办法了 胡迪只好去请求 那些被改造过的玩具帮忙 好在那些玩具 一口便答应了下来 先给阿德来了波调虎离山 让一个玩具前去吸引他的注意 帮助大部队 一举冲出了房间 接着 便是一场攻心计了 玩具纷纷扮鬼 顶着沙土和泥水 以一种诡异的造型 向阿絮步步逼近 这可把阿絮吓坏了 但事情到这并没有结束 胡迪就直接开口说话了 还警告阿絮不要再折磨玩具 毕竟 就这样 阿絮吓得不行 撒腿便跑 玩具们也取得了一波巨大胜利 但凑小的是 这个时候安迪一家 已经准备搬家离去 胡迪跟巴斯拔足狂奔 好不容易才爬上了车子 但谁也没想到的时候 恶狗阿德竟发现了不对劲 还一把追上去 咬住了胡迪的腿 这下糟糕了 得亏千军一发之际 巴斯猛地一跃 跳到了阿德身上 才让胡迪成功脱鞋 但作为代价 巴斯自己也被阿德 刷的一下甩到了路边 胡迪见状 赶紧打开了车门 去玩具队里 找到了一辆警车 并丢了出去 让巴斯骑着赛车追上来 可其他玩具不清楚呀 看见胡迪的刹车举动 一把就扛起胡迪扔下了车 与此同时 阿德和遥控车的道路追逐 引起了交通堵塞 数量汽车直接围住阿德 堵住了他的去路 而巴斯则借助自己的身形优势 安然冲出了汽车圈的包围 顺路烧上了胡迪 追赶起了安迪家的车子 这样的景象 很快就引起了 安迪家其他玩具的注意 他们发现自己错怪了胡迪 便连忙放下血板 让弹簧狗前去拉住胡迪他们 但猝不及防的意外就发生了 遥控车忽然没电 胡迪他们别说够到弹簧狗了 唰的一下就被远远抛在了车后头 不过放弃是不可能放弃的 胡迪险些崩溃的时候 忽然发现巴斯的面罩 能像放大镜一样聚光 便立刻扯出了巴斯身上火箭的引线 想用火箭的力量 助他们以臂之力 就这样 局势再次逆转 他们飞快地向前冲去 而升上天空后 巴斯也在火箭即将爆炸的那一瞬间 解除了身上捆绑的装置 展开飞翼 向安迪家的车子飞去 这一刻 他真的在飞 也瞬间成为了胡迪心中的大英雄 就这样没过多久 巴斯带着胡迪穿过窗户 降落在了安迪家的车子里 而安迪看见回到家里的巴斯和胡迪 也立刻开心地不能自己 至于搬家后的生活 好吧 圣诞节来临之际 安迪又一次拆起了礼物 侦察兵剑装再次出动 打探起了相关消息 这一次 安迪不仅收到一个弹头太太 跟自己原本的弹头先生成功配对 还成功拥有了一只宠物狗 巴斯跟胡迪的情谊 也愈发深厚 玩具总动员是世界上 第一部3D制作的动画电影 特效 剧情和创意等方面 都完成得很不错 其中的巴斯一角 更是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 至于原因 或许是因为我们很多人 都曾像他一样 觉得自己肯定是个了不起的存在 但长大后却渐渐发现 自己其实只是一个普通人吧 不过那又怎样呢 慢慢的 我们总会学会 如何跟自己的平凡和解 用最温热的手臂 拥抱自己 巴斯光年跟反派Boss扎克 一番激战 却拿他没辙 败下阵来 可谁又能想到呢 就在巴斯宁死不详 决意迎接盒饭的时候 一组简单的对话 轻松改变了他们的关系 好家伙 多多少少是有点 父子子孝呀 但这件事 还得从胡迪说起 搬进新家后 胡迪和巴斯的情意愈发深厚 可牧羊女的感情也是渐入佳境 不仅如此 他还再次成为了安迪的心头宠 是安迪准备带去参加夏令营的唯一玩具 只可惜 意外总是来得猝不及防 临近出发 安迪一不小心给胡迪的胳膊赶开了线 这就难办了 缝补什么的完全来不及啊 安迪只好依依不舍地把胡迪交给妈妈 自己跑去参加夏令营 而妈妈则把破损的胡迪放到一旁的高架上 高架上满是灰尘 胡迪稍微一活动 电视一波尘土飞扬 而就在这时 旧书后面忽然传来了声响 胡迪凑紧一看 发现是企鹅芝芝 自从发声系统出现故障 芝芝就被安迪妈妈放在了无人理睬的高架上 这让胡迪忍不住有点担心自己的命运 更不巧的是 此时窗户外 安迪妈妈已经立了一块牌子 上面五个大字 二手货拍卖 得嘞 这时要处理一波安迪的旧玩具呀 玩具们吓得赶紧躲了起来 奈何安迪妈妈在搜查上很有一手 三下五除二 便找到芝芝 将她成功带走 胡迪不想失去芝芝这个老朋友 决定前进小院 又会芝芝 在小狗巴斯特的帮助下 她很快得手 可英雄也有失手的时候 回屋的路上 胡迪一不小心掉在了地上 被一个玩具商人发现了踪迹 更不幸的是 哪怕安迪妈妈拒绝出手胡迪 将她放进了自己的箱子里 那个商人依旧趁四周无人注意之时 悄悄打开箱子 偷走了胡迪 这也能然 楼上的巴斯立刻准备出动 滑下管道就想去营救胡迪 那颗商人已经发动汽车 准备离开安迪家 而巴斯尽管他一路狂奔 却仍旧被汽车一下子甩在了马路上 不过稍感幸运的是 他记住了那辆车的车牌号 回到家里 巴斯一通分析 猛然发现车牌上的字母 正是艾尔玩具店的英文全称的谐音简写 接着 他又仔细回忆了一下商人的形貌 发现 那其实就是电视上攻击人的扮演者艾尔 这让大伙震了个大惊 而巴斯看着电视广告上艾尔玩具店的地址 已经迫不及待准备去营救胡迪了 对他来说 胡迪曾冒着生命危险救过自己 如果现在自己不去救胡迪 就根本不配当胡迪的朋友 此话一出 其他玩具也受到了鼓舞 立刻就挑选出一波精兵强将 想要在安迪回来前跟巴斯一起去把胡迪救回来 与此同时 胡迪已经被艾尔带回了自己家 在这儿 除了他之外 还有三个玩具 分别是女牛仔翠斯 玩具马红星 以及老矿工彼得 对于胡迪的到来 三个玩具表现得非常兴奋 但胡迪却觉得很奇怪 他们根本没见过面 对方怎么会对自己这么熟悉呢 原来 他们仨对胡迪是文明已久 正如电影录像带里放的那样 胡迪曾是电视节目 胡迪牛仔秀里的大明星 翠斯和彼得是那档节目里胡迪的好朋友 而红星则是胡迪最中心的座棋 那问题来了 为什么是曾经呢 很简单 当年胡迪牛仔秀确实曾火爆全球 但自从出了一批类似巴斯这样的太空玩具后 他们便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 别看现在这个房间里 到处都摆放着印有胡迪涂色的各种商品 那都是艾尔想方设法收集过来的 而这么多年努力下来 他就缺了胡迪这么一个主角 以至于久久没凑成一套 不然早就凑成一套完整的胡迪牛仔秀 以高价钱贩卖给玩具博物馆了 翠斯几人也不用被他暗无天日地锁在房间里 就这样 胡迪摇身一面 成了类似于翠斯几人救世主的存在 但可惜的是 那个初高价的玩具馆远在日本 一旦胡迪选择留下 就会永远离开安迪这个小主人 以及巴斯那群好伙伴 于是胡迪摊牌了 直接表示 他不想去什么博物馆 他想回家 这让翠斯瞬间崩溃 也完全搞不懂 安迪究竟有什么魔力 忽然 艾尔回来了 胡迪几人匆忙回到严先的位置 而艾尔一进家门 便直奔胡迪而去 想给他和翠斯几个拍张大合照 但没曾想 一个不留神 竟把胡迪的胳膊扯断了 这一刻把艾尔吓坏了 立刻一个电话打了出去 想请来一位玩具维修师 给胡迪做做修复 那颗维修师忙得很 最快也得明早才能到 这就没办法了 艾尔拿着胡迪的胳膊 打算先去休息休息 胡迪紧随其后 目标就是趁艾尔睡着 将自己的胳膊一举夺回 但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呢 艾尔的周围撒满了薯条 一不留神就会踩得嘎吱响 好在胡迪有红心帮忙 这才翻上沙发 拿回了自己的胳膊 但猝不及防的 意外发生了 胡迪的计划也因此失败 后面 胡迪看见遥控器就在翠斯脚边 觉得肯定是翠斯捣乱 阻碍了他的计划 翠斯一听 你竟然冤枉我 直接就跟胡迪打了起来 另一边 巴斯带着伙伴们顺利找到了艾尔玩具店 而后他们分头行动 想通过寻找艾尔来寻找胡迪 巴斯正好走到了一个巴斯光年的售卖专区 还碰巧遇见一个和当年的他一样中二的玩具 尚未觉醒 觉得自己就是个太空奇景 巴斯很无奈 但也没功夫管闲事 但没想到的是 对方却不肯放过他 觉得巴斯没有指令四处行动 肯定是叛军一个 便唰唰唰给巴斯装进了一个盒子里 没多久 弹头先生他们也赶来了 将盒子外的玩具 误当成巴斯想带走 而那个假巴斯 也以为他们是来接应自己的援军 立刻便选择了跟上 这个时候 艾尔预定的维修师 施施然进入了家载 他是一位老人家 戴上眼镜一顿打量 便仔细地给胡迪做起了擦拭 连眼镜珠子都刷得闪闪发亮 而最后一步 便是刷掉胡迪鞋底 安迪留下的那个名字 将他塑造成一个全新的胡迪 这让艾尔非常高兴 围着胡迪就是一顿拍照 接着 又准备去趟玩具店 用那的传真机 把照片给博物馆那边发过去 丝毫不晓得 全新的胡迪 依旧是一心想回到安迪身边 而翠斯知道后 也已经难过的心都要碎了 其实翠斯以前也有过一个小主人 那是一个名叫艾米莉的小女孩 她们曾共度一段美好时光 分享彼此的忧愁快乐 但渐渐的 艾米莉长大了 不再跟翠斯一起玩 将她抛在床底不理睬 最后将翠斯捐给了别人 也是那时 翠斯忽然明白 你不会忘记那些孩子 艾米莉 安迪 可他们会忘记你 听到这儿 胡迪愣住了 忍不住地想 安迪也总有一天会长大 如果他去了玩具博物馆 是不是就永远不用担心 再会被扯坏 又或者被安迪所抛弃 于是 他第一次产生犹豫这种情绪 不知道自己究竟还要不要回家 与此同时 跑去玩具店的艾尔遇见了贾巴斯一行人 而贾巴斯他们不仅跟到了艾尔家所在的公寓 还意外得知 艾尔今天就准备带着胡迪几个飞去日本 得嘞 这下玩大发了 他们只能赶紧通过通风管道进入电梯 又扛起爆爆龙一阵冲锋 用他的头一把撞开了通道 接着 一伙人二话不说 扛起胡迪就准备撤退 结果 真巴斯却突然感到 吓得他们一大跳 原来就在他们走后不久 巴斯便逃出了蛮具盒 又一路跟到了这里 至于该怎么区分真贾巴斯也很简单 巴斯直接打开了贾巴斯的氧气罩 贾巴斯因为沉迷设定 立刻痛苦地跪在了地上 而巴斯刷的一下 便亮出了自己鞋底上安迪留下的名字 就这样 谁真谁假已经一目了然 但问题是 胡迪已经不愿意跟巴斯他们回去了 这让巴斯很伤心 直接被告诉胡迪 他只是一个玩具 而胡迪自己也说过 玩具一生的意义 就在于被孩子喜爱 胡迪听后没有言语 巴斯见状 只能带领其他伙伴默默撤退 但事实上 胡迪的防线已然渐渐消解 随后 他刮掉鞋底上的鞋漆 再次看见了安迪的名字 忍不住大吼一声 叫住了尚未走远的巴斯 说自己要跟他们一起走 确实 胡迪自己也知道 他不能够阻止安迪长大 但是 他也可以陪着安迪一起长大 想到这儿 胡迪立刻邀请翠丝他们 跟自己一起回安迪家 翠丝跟红心犹豫片刻忠实同意 但彼得满脑子都是想去博物馆 根本不愿意 于是 他干脆拿起锄头 拧死了通风管道的罗斯 这还不是最让人无奈的 下一秒 艾尔便回到了房间里 一通收拾 就准备带胡迪他们去机场 这就难办了 巴斯等人立刻向出口冲去 中途却遇到了扎克 扎克是一款游戏里的反派大boss 刚刚巴斯在逃离玩具店时 意外将他惊醒 现在满脑国都是 巴斯是自己最大的对手 自己要给他点颜色瞧瞧 于是 一场大战拉开了帷幕 贾巴斯挺身而出 跟扎克展开了激动 却根本不是扎克的对手 眨眼的功夫 并被他击倒在地 最后还是 鲍宝龙来了记神龙百尾 才将扎克成功制服 而后 巴斯几人成功下楼 艾尔此刻则正准备搭车离开 见此情景 巴斯他们立刻通过合作 抢占一辆卡车追了上去 一路上 弹簧狗负责踩油门 鲍宝龙负责看路 一番左凸右撞 好不容易才抵达了机场 然后 他们顶着一个宠物携带箱 成功混进了行李传送带 但就在巴斯找到 装有胡迪的箱子 准备放出胡迪时 直接就被彼得给了一黑拳 而胡迪看见朋友挨打 也赶紧从箱子里跳出来 跟彼得扭打到了一起 却还是不慎被彼得用锤子 再次弄坏了胳膊 好在没多久 鲍宝龙他们便赶了过来 合伙制服了彼得 后面还把彼得 放进了一个女孩的背包 让他去感受一下 和小孩玩耍的快乐 不过 事情到这儿还没结束 翠丝被传送到了 传送带尽头 马上就要被送上飞机了 胡迪和巴斯 只得赶紧骑到 红心背上奋力追赶 最后 胡迪在巴斯的帮助下 进入机舱 在放行李的地方 找到了翠丝 但这个时候 舱门已然关闭 飞机也开始慢速滑行了 他们只能通过 底部的通风口逃生 但值得庆幸的是 通风口的底下 赶紧就用自己身后 自带的拉绳套环 套出了飞机轮胎 杠上的螺丝钉 带着翠丝就一举 荡下飞机 落到了红心背上 就这样 危机解除了 众人一起回到了安迪家 而安迪从夏令营回来后 不仅对新来的玩具 喜欢得不得了 还立刻就把 胡迪胳膊缝好了 这让胡迪安心不已 也愈发不再担心 安迪会长大这件事 他知道 安迪需要自己时 他总会陪在安迪身边 而有一天 安迪长大了 不再需要他了 也有巴斯会跟自己作伴 呃 虽然巴斯现在满脑阔 都是翠丝 看着翠丝 小心脏便忍不住 砰砰乱跳 玩具总动员2 是一部充满幻象色彩的 动画作品 其间的多重反转 让影片写得高潮迭起 对星球大战的巧妙致敬 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而翠丝的故事 也告诉我们 我们终会长大 但是谁又能说 长大后的我们 真的不需要那些 陪着我们 共同成长的玩具呢 大人也需要玩具 你敢相信吗 一脸正直的巴斯光年 竟跟孔雀开平似的 开始围着翠丝 跳摊歌 他还一口一句甜言蜜语 搁那疯狂聊翠丝 真是活久见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吗 时光飞逝 安迪已经长大 马上就要去上大学 换句话说 他已经告别童年 很少和自己的玩具 嬉戏打闹 狐狸他们非常失落 想要吸引安迪的注意 便偷偷用袜子 套来安迪的手机 然后又拿起另一部手机 拨打起了安迪的电话 很快 铃声响起 安迪走到了玩具箱面前 却并没有搭理胡迪他们 只是拿走手机 便关上箱子离开了 这让胡迪等人愈发难过 而经此一事 一路陪伴安迪成长的 玩具士兵们 也下定决心 决意离去 没多久 安迪妈妈催促安迪收东西 再过两天 他就要搬去大学宿舍了 安迪有点无奈 看玩具看了很久 最终决定把胡迪带去大学 其他的玩具 则先放到阁楼上 但就是那么巧 阁楼的楼梯 刚放下来不久 他便被妹妹叫去帮忙了 而那一袋子玩具 也被安迪妈妈当成垃圾 扔到了路边 见此情景 胡迪拿起剪刀 就顺着管道滑了下去 他想去营救翠斯几人 却没曾想 翠斯几人早就灵机一动 逃出了升天 更不巧的是 翠斯几人都以为 是安迪想要抛弃他们 所以决意躲进幼稚园的捐赠箱 去陪幼稚园的小孩玩耍 胡迪听了 立刻解释是 安迪妈妈不小心拿错了 翠斯几人仍旧不信 而一向靠谱的巴斯 也因翠斯的选择 久久没说话 突然 车子的后备箱 被安迪妈妈关上了 这一下 连不想离开的胡迪 也被迫送去了阳光幼稚园 路上 胡迪依旧在劝说 翠斯几人离去 在他眼里 幼稚园是个 熊孩子遍地走的世界 对他们非常不利 可没想到的是 等他们进去后 却发现这 不仅孩子们很听话 老玩具们也很有善 并且 就连他们最担心的 被抛弃的问题 老玩具们的带头人 爆爆熊 也明确表示不会发生 毕竟幼稚园的孩子 就跟韭菜一样 那是割了一茬又一茬 因此他们这些玩具 也永远不会缺少陪伴 随后 爆爆熊让老玩具 肯尼带着巴斯他们去逛逛 不料肯尼却和巴比 一见钟情 见两人迅速追逐爱河 爆爆熊只能亲自出马 安排起了巴斯几人的去处 而旁边这个人型娃娃 是他的老朋友 他俩是同时 被一个主人遗弃的 很快 巴斯几人来到了 他们往后要待的房间 爆爆熊稍作介绍 便准备退场 巴比在肯尼的邀请 准备跟他们一块走 而胡迪 他依旧想回到安迪身旁 奈何翠斯几人心意已决 深知安迪已经长大 他们陪伴安迪的使命 也已经结束 全说无果后 胡迪决定独自离开 好不容易 他从卫生间的窗户 跳上了屋顶 四面却都是高高的围墙 他根本无路可走 忽然 强风刮过 胡迪的帽子被吹到了远处 而顺着帽子滚动的方向一看 他发现了一只风声 胡迪灵机一动 决定利用风筝飞出围墙 但人算不如天算 就在他即将成功落地的时候 强风再起 直接就把他卷上天 最终 胡迪挂到了树上 好在被路过的邦尼发现 邦尼把胡迪当成了 被人遗弃的玩具 立刻就决定给他一个温暖的家 更意外的是 邦尼这孩子还颇有几分安迪的影子 对自己的玩具特别友善 还总喜欢和他们玩各种游戏 这让胡迪忍不住对他好感骤声 而巴斯这边就比较倒霉了 他们遇到的孩子很小 根本就不懂怎么玩玩具 于是 他们惨遭灵运 又是被撕扯 又是被乱丢的 相比之下 抱抱熊他们所在的房间 简直就是人间仙境 注意到了这一点 巴斯几人羡慕极了 商量一下后便想找到抱抱熊 看能不能换个房间单 但没想到的是 所有的门都被上了锁 只有上面的气窗是开着的 最后他们团结协作 将巴斯弹到了窗户边 可等巴斯成功出逃 却意外看到肯尼几人 悄悄钻进了一个售货机 这成功引起了巴斯的注意 他紧跟其后 来了不偷偷潜入 只可惜没多久 他就被娃娃发现了 而抱抱熊发现巴斯身手不错 却愣要跟翠丝几人待在一起 不管自己怎么说 都不愿意单独调换房间 加入自己的阵营 他便立刻让手下 找到巴斯的说明书 把巴斯恢复成了出厂设置 从而忘记翠丝他们 与此同时 见巴斯很久没回来 翠丝几人有点着急了 思索片刻 单头太太拆掉了自己的眼睛 想要查看一下情况 结果却意外通过自己 遗落在安迪家的眼睛 看见安迪正在焦急地寻找他们 这让翠丝几人很不好意思 没想到 自己是真误会安迪了 顿时 翠丝他们想要回家了 直接就带人找到了他们 他还利用巴斯 将翠丝几人全部关了起来 原来 因为被调回出厂设置 巴斯又成了当初 那个中二的太空奇景 还被爆爆熊一顿洗脑 将翠丝他们当成了 破坏和平的反动势力 另一边 胡迪打算趁着邦尼睡着 赶紧出逃 邦尼的玩具知道 他急着回家和主人团聚 也赶紧帮他查起了 回家的地图 但意外总是来得猝不及防 胡迪前脚刚刚准备走 后脚就在小丑那得知 阳光幼稚园 其实是个玩具地狱 很久以前 小丑也曾是爆爆熊的朋友 他们还有着一个 共同的主人 戴希 戴希是个特别可爱的孩子 而爆爆熊则是 他最最喜欢的玩具 但不错巧的是 在一次外出玩耍中 戴希不小心睡着了 粗心的戴希妈妈见状 抱着自己的女儿 就准备离开 却意外落下了爆爆熊他们 之后 爆爆熊他们历经千辛万苦 回到了戴希家 却忽然发现 戴希已经有了只新的爆爆熊 这让爆爆熊非常难过 随后更是直接黑化 带着小丑 娃娃 便流落到了阳光幼稚园 随后 爆爆熊在幼稚园占山为王 建立制度 不服从他的玩具 或是利用价值不高的新玩具 就会被他弄去给那些熊孩子玩 而小丑之所以能够成功逃离 也是因为他出现了故障 又正好碰上了邦尼 听到这儿 胡迪决定先不回家了 自日便躲在邦尼的书包里 混进了幼稚园 碰巧的是 路上他还偶遇了一个好心的玩具电话 对方告诉他 这里监控遍布 想要不动声色地逃进去 就必须解决掉监控室里的玩具猴 并想办法拿到办公室里的钥匙 这样便能从垃圾通道离开幼稚园 胡迪一听 很快想到了一个出逃计划 在他的安排下 巴比对肯尼使出了美人计 而将肯尼一把捆住后 他还直接用肯尼的宝贝衣服 威胁他说出了解救巴斯的方法 紧接着 巴比穿上了肯尼的太空服 装成肯尼 拿到了巴斯的说明书 与此同时 蛋头先生假装逃跑吸引视线 而弹簧狗和胡迪 则借机解决掉监控室的玩具猴 并拿到了办公室的钥匙 随后 暴宝龙他们假装吵架 以一波声东击西 成功制服了巴斯 这个时候 暴宝熊正在睡觉 蛋头先生立刻发出信号 指引拿到钥匙的翠丝 他们准备出逃 但就是那么巧 关键时刻 他们一不小心就把巴斯 调至了西班牙语模式 而巴斯也秒变浪漫人 逃跑路上 又是对翠丝一见钟情 又是逮着他甜蜜告白 浪漫共舞的 整得翠丝那是一愣一愣的 就这样 大伙好不容易逃到了垃圾通道 却不料 暴宝熊却忽然出现 拦住了去路 原来 是玩具电话被他们逮着了 一阵严刑考打下 说出了胡迪几人的逃跑计划 而后 就在暴宝熊准备让手下 将胡迪他们扔进垃圾箱时 胡迪扔出了戴希的名牌 娃娃看到名牌 立刻就不行了 暴宝熊却抢后名牌 把他砸了个稀碎 还对着娃娃就是一声怒吼 说戴希从来就没有爱过他们 他们都被取代了 胡迪听言立刻表示 从头到尾 被取代的只有暴宝熊一人 他得不到戴希的爱 所以也不想别人得到 而娃娃他们 本可以继续留在戴希身边 这让娃娃大受震撼 激动之下 他一把就给暴宝熊 扔进垃圾箱 并关上了箱盖 胡迪几人看见后 立刻就想逃走 但一不小心 一个三岩仔 便卡在了缝隙里 先此行警 胡迪赶紧冲过去 救三岩仔 却不慎被暴宝熊 拖进了垃圾箱里面 这可给巴斯他们急坏了 眼看着一辆垃圾车开过来 他们赶紧跳过去救胡迪 但人力有时尽呢 他们所有人 都被倒进了垃圾车里 而没过多久 又一堆垃圾从天而降 巴斯赶紧冲过去救翠丝 最后还为了翠丝 自己被重物狠狠砸住 好自他福大命的 不仅没事 还因祸得福 恢复成了原本的模式 但开心不过一秒钟 垃圾车便把他们 倒进了垃圾处理厂 胡迪竟然还没反应过来呢 就被推车 推上了一个金属分解传送带 看见传送带的尽头 是一个大型粉碎器 胡迪立刻让大火捡起金属 将自己吸到顶端的磁铁上 抱抱熊有心无力 被重物压得无法动 赶紧向胡迪求救 胡迪听见了犹豫片刻 还是冲了过去 而巴斯也紧跟其后 立刻帮助胡迪救出了抱抱熊 随后 抱抱熊发现 他们正在离一片亮光越来越近 还以为他们马上就要逃出生天了 可没想到 那就是一个焚化炉 胡迪这人必须转身就逃 跑着跑着 抱抱熊发现 传送带的顶端有个紧急制动的按钮 便赶紧让胡迪巴斯帮自己爬下去 结果抱抱熊是上去了 却根本没打算救胡迪他们 眼看着抱抱熊离开 众人很是无奈 而后 他们更是滑落到了焚化炉附近 马上就要尸骨无存了 可没想到的是 事已至此 他们反而不怕了 还手牵手准备一同赴死 但谁也没想到 下一秒 一个机械爪从天而降 将他们成功救走 原来是三眼仔们及时赶到 操控机器将他们全部抓了起来 最后 逃出去的抱抱熊被垃圾厂工人捡到 贴在垃圾车上 当成了装饰品 而胡迪他们则悄悄混上垃圾车 回到了安迪家 喜出一番后 巴斯几人钻进了 标有阁楼二字的箱子 至于胡迪 看着自己和安迪 还有巴斯等人的合照 忽然便改变了想法 于是 他在阁楼的箱子上 留下了一张 写下邦尼家地址的字条 安迪看见后想了一会儿 抱着箱子就来到了邦尼家 他准备把所有玩具送给邦尼 但拿出胡迪时 还是忍不住地犹豫了 尤其是看见对胡迪 非常热情的邦尼 他一个没忍住 便立刻将胡迪护在了怀里 安迪不知道 本该和自己一起去大学的胡迪 为什么会在这儿 只知道从自己记事起 胡迪就一直陪在自己身边 胡迪和其他牛仔一样 勇敢 善良 聪明 而对安迪来说 他的特别之处在于 不过胡迪之所以会这么特别 是因为他永远不会放弃你 永远不会 无论如何 他都是你的支柱 想到这儿 安迪忍不住问邦尼 能不能帮自己照顾好胡迪 邦尼点点头答应了 而安迪离开前 又陪着胡迪他们一起 痛痛快快地玩了一次 最后 他坐进了车里 远远地对着胡迪几人说了谢谢 巴斯几人没有多言 只有胡迪轻轻回了去保重 接着 便带着巴斯他们 跟邦尼的玩具打起了招呼 玩具总动员三 是不是再次抓住童心的好电影 结尾部分 安迪第一次对胡迪吐露真情 那一瞬间 胡迪所有的努力与执着都有了意义 此后 他们会好好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但这一派潇洒中萌生出的无力与惆怅 却如同留带一般 狠狠砸进了观众们的胸膛 毕竟 又有多少人能像安迪一样 跟自己曾经的伙伴 来上一场盛大的告别 又或者 给他们安排一个 至少能让自己心安理得一点的归宿 你敢相信吗 胡迪和巴斯这对黄金搭档 最终的结局竟是走下散伙 究竟是什么让他们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故事还得从胡迪被安迪送给邦尼说起 当时 邦尼答应安迪 以后肯定会好好照顾胡迪 可事实上没过多久 胡迪被打入冷宫 不受宠爱了 这让胡迪非常伤心 但与生俱来的自尊 又不允许他将这份难过说出口 毕竟这个时候 自己的好伙伴巴斯 正跟翠斯打得火热 而那个能听他说说心事的牧羊女 也早在很久以前 便离开了他的身边 当时 胡迪还是安迪的玩具 看起来两人是不是还挺般配 但是也没想到 安迪妹妹就忽然决定 把牧羊女连同台灯 一起送给别人 这也可把胡迪急坏了 他火速冲向 装着牧羊女的纸箱 想赶紧把牧羊女救回到安迪身边 可是牧羊女并不是安迪的玩具 他的主人是安迪妹妹 而现在 既然安迪妹妹已经不需要她了 他也得出发前去寻找下一个 需要自己陪伴的小孩 听到这儿 胡迪愣住了 牧羊女则暗示他 小孩经常弄丢玩具 所以他要不要跟自己一起走 胡迪有些心动 但就在他准备跳进箱子时 远方正好传来了安迪寻找自己的声音 是的 安迪还需要自己陪在身边 于是 胡迪决定留下 只默默抱着牧羊女 算作道别 言归正传 这个时候邦尼已经要上幼稚园了 出于对陌生环境的害怕 他想带个玩具跟自己一起去幼稚园 但可惜的是 幼稚园早有规定 孩子们不能带着玩具去教室 于是乎邦尼也只能强大精神 独自前往 见此仅仅 胡迪忍不住心下一软 便偷偷躲进邦尼的书包 跟他一起去到了幼稚园 幼稚园的老师准备带着孩子们一起做手工 邦尼因为和其他的小朋友不熟 独自一人默默坐在了角落 突然 一个小男孩跑过来 拿走了邦尼桌子上的工具 邦尼鼓起勇气想给他say hi 却直接被他无视 邦尼很受伤 而且这个小男孩还不小心 把邦尼的工具掉进了垃圾桶 胡迪看到后赶紧把他放回了邦尼的桌子上 随后邦尼用这些工具 做了个名叫叉叉的新玩具 自此 叉叉成了邦尼最爱的玩具 当然人无奈的是 因为叉叉是用垃圾桶里的工具做成的 所以他总觉得自己是个垃圾 总喜欢往垃圾桶里跑 这可把胡迪震惊坏了 不过 为了邦尼能开心 他能做的便是奋力阻止叉叉扔掉自己 而后邦尼爸爸心血来潮 决定带着家人一起去旅行 路上 胡迪和叉叉斗智斗勇 只求叉叉能远离垃圾桶 但没曾想 他一不留神 叉叉就跳下车子 不知所踪了 胡迪见状 跟巴斯他们约好见面地点 便火速追着上去 他担心邦尼醒来 找不到叉叉会难过 没过一会儿 胡迪找到了叉叉 还跟他说起了自己跟安迪的故事 想借此告诉叉叉 邦尼如果失去了她 肯定会非常难过 听到这儿 叉叉有些误了 但他依旧觉得自己是个垃圾 只不过既然是邦尼的垃圾 那么为了不让邦尼伤心 他应该尽快回到邦尼身边 所以 邦尼我来了 紧接着 就在两人很快要找到邦尼时 胡迪在一家玩具古董店 看见了一盏熟悉的台灯 难道牧羊女在里面 想到这儿 胡迪决定拉着叉叉溜进去看看 但谁能想到呢 最后胡迪不仅没找到牧羊女 还反而被一个叫做盖比的娃娃盯上了 便想着绑了胡迪 把他的发声器夺过来 胡迪当然不愿意 立马就撒鸭子跑路了 不料跑着跑着 叉叉便被盖比的手下抓住了 而胡迪自己 要不是他及时拉响发声器 吸引来了一个叫做哈莫尼的小女孩 恐怕也早就落进了盖比的魔爪 另一边 邦尼醒来后发现叉叉不在 非常伤心 巴斯他们看见了 于是准备将胡迪和叉叉带回来 但意外总是来得猝不及防 飞向公路时 他不小心撞到了一个大摆锤 咣当一下就掉在了地上 碰巧的是 他还正好被一个玩具店老板捡到 随手固定在了玩具墙上 与此同时 胡迪正在跟着哈莫尼荡休闲 虽然很开心 但一得着机会 他便立刻开溜了 说来也是巧 返回古董店的路上 胡迪惊喜地与牧羊女重逢了 不过牧羊女已经不是以前的牧羊女 离开安迪家后 他也曾被送入那家古董店 却因不想一直放在架子上落灰 毅然选择了离开 现如今 他也就化身游侠 在外面闯到了整整七年 日子过得贼熟悉 一阵交谈后 胡迪请求牧羊女帮忙营救叉叉 牧羊女起初并不愿意 但听见胡迪说邦尼需要叉叉 就像安迪妹妹曾需要自己 他还是心下一软 答应帮忙 然后一行人向着古董店进发 很快 牧羊女带着胡迪爬到了旋转木马的顶部 准备走顶端路线 从古董店的屋顶潜入其中 这个时候巴斯爷已经凭借自己敏捷的身手 逃出了升天 还恰巧在屋顶上遇见了胡迪他们 于是巴斯立刻加入了营救叉叉的队伍 然而另一边的叉叉根本没受迫害 反而被盖比好好招待着 盖比还跟他讲了自己跟哈莫尼的故事 原来盖比出场的时候 发生气就有所损伤 哈莫尼发现后忍不住有点生气 便干脆抛弃了盖比 而盖比之所以为难胡迪 也是想让自己完美发生 他觉得只要这样 他就能回到哈莫尼的身边 另一边 邦尼的爸爸已经准备带邦尼回家了 但胡迪几人却依旧没回来 这就没办法了 翠丝敲咪咪用钉子戳爆了车胎 好给胡迪他们争取时间 不得不说 这是有用的 胡迪一伙现已成功潜入了古董店 为了营救叉叉 他们还制定了非常详细的计划 可谁也没想到的是 邦尼竟忽然出现在了古董店里面 胡迪看见后 直接将计划抛在了脑后 满脑壳都是尽快让邦尼跟叉叉重逢 这无比冲动的行为 很快便引起了盖比一方的注意 他们对胡迪和牧羊女围追堵截 最后胡迪和牧羊女虽然逃脱 但牧羊女的羊却被他们抓走 见此情景 牧羊女加快了去找潇洒公爵的步伐 公爵是非常厉害的特级人玩具 有了他的帮助 胡迪几人就能轻松跳到盖比的橱窗上 顺利救出小羊跟叉叉 很遗憾的是 公爵拒绝帮忙 他曾被主人抛弃过 原因是公爵不能像广告里那样 飞得那么远 这个公爵留下了阴影 他觉得这样的自己根本无法跳过过道 抵达橱窗 牧羊女听了 赶紧就对公爵吹了一波彩虹屁 鼓励他忘记过去 勇敢地做自己 这样公爵备受鼓舞 决定挑战一下自己 与此同时 巴斯几人也拿到了钥匙 谁能想到呢 就在他们绞尽鸟汁 不知该怎么夺取打开橱窗的钥匙时 古董店店主 竟主动把钥匙放在了他们面前 就这样 万事俱备 胡迪他们准备行动了 这个时候 盖比也从叉叉那打听到了胡迪的过往 随后当他听到胡迪几人已然进店 便忽悠叉叉玩起了捉迷藏 让他藏好自己 别被发现 胡迪这儿不太顺利 公爵冲锋之际 忽然想到了救主人的脸 顿时就变得信息全无 好在公爵的实力非常nice 所以胡迪最后也是有惊无险 成功跳到了橱窗上 紧接着拿出钥匙打开了橱窗 没过一会儿 两人找到叉叉 很可惜 下一秒 他俩便被盖比一伙发现踪迹了 拔刺见状 赶紧就想用绳子把胡迪他们拉回来 奈何盖比眼睛手快 唰的一下 就扯住了胡迪身上的吊环 突然 胡迪身上的语音机关惨遭误触 这成功引起了古董店里猫咪的注意 他很快就窜到了橱窗下 而后 叉叉不小心掉下了橱窗 胡迪犹豫一片刻 还是跳下去准备营救 完全忘记自己身上还绑着一根固定绳 于是连锁反应发生了 在胡迪的牵移下 其他玩具们全都被拽到了地上 好在潇洒公爵及时赶到 一路飞驰 用自己吸引了猫咪注意 这才带着胡迪几人成功脱险 至于叉叉 他依旧还在盖比一伙手里 胡迪立刻就想冲回去救叉叉 牧羊女几人纷纷反对 他们伤的伤 残的残 救回叉叉那是根本不可能 可胡迪仍旧坚持 邦尼并不喜欢他 但需要叉叉 所以他唯一能做的 便是把邦尼喜欢的叉叉 送回到邦尼身边 听到这儿 牧羊女很是无奈了 这世界这么大 胡迪为什么非要抓着 邦尼这一个孩子呢 胡迪忍不住反驳 甚至口不择言地表示 这是忠诚 被遗弃的玩具不会懂 这句话深深伤害了牧羊女 他留下了一句 丢失的玩具并不是自己 便转身离去了 转眼 胡迪的身后只剩巴斯一个人了 巴斯也想劝胡迪回去 可胡迪却说 他从不会丢下任何一个玩具 从前不会 以后也不会 然后他就又跑去救叉叉了 留下巴斯一个人 助力在原地喃喃自语 现在你丢下了我 紧接着 巴斯黯然离去 胡迪则回到了古董店里面 不巧的是 胡迪没走几步路 就被盖比发现了 和之前不同 盖比展开了柔情公式 告诉胡迪自己的故事 说自己真的只是想 回到哈莫尼身旁 胡迪有些被打动了 也深知自己势单力薄 所以他决定 自己的发声器 交换叉叉 只要叉叉能回到邦尼身边 与此同时 巴斯已经找到翠丝几人 想要给胡迪进行支援 突然 巴斯想到邦尼的书包 落在了古董店没拿 便悄咪咪提醒邦尼 想让他再去一趟古董店 另一边 牧羊女正在吐槽胡迪 但吐槽着吐槽着 他又发现 自己还是放不下胡迪 所以便决定返回 古董店帮胡迪 这个时候 胡迪的发声器 已经到了盖比身上 盖比满心欢喜地坐上橱窗 特意发出声响 吸引起了哈莫尼的注意 但他怎么都没想到的是 哪怕已经能够完美发声了 哈莫尼却只是看了他一眼 便把他扔进了盒子里 这让盖比非常伤心 恰恰这时邦尼正好 回了古董店拿书包 胡迪赶忙便将叉叉放进了书包里 而他自己却没办法 不管此刻已经心灰意冷的盖比 他让叉叉告诉巴斯 他们等会儿在玄州木马那集合 然后立刻跑到了盖比身边 胡迪安慰盖比 外面的世界很广阔 他完全可以给自己找个新主人 比如说邦尼 此话一出盖比有所触动 而正好赶来的牧羊女也非常赞同 于是乎三人立刻向旋转木马赶去 路上还再次巧遇潇洒共爵 听见胡迪几人需要一个飞跃 穿过拥挤的人群 公爵爽快答应 这一次他试着忘记救主人 闭上眼睛便完成了一场完美的飞跃 另一边 收到胡迪口信的巴斯也立马行动了起来 一路上又是假装语音导航 又是敲咪咪踩油门的 弄是强迫邦尼爸爸把车开到了旋转木马那 但谁也没想到 就在双方即将相逢的时候 盖比竟遇到了一个走丢的小女孩 并且见对方非常无助 盖比突然不走了 想跑过去陪伴这个小女孩 胡迪他们自然尊重盖比的选择 还帮助盖比成功去到了女孩身边 或许是缘分吧 盖比的出现给了女孩勇气 女孩主动找巡警帮忙 顺利回到了家人身边 而盖比也终于拥有了一个爱护他的小主人 至于胡迪 他并没有选择回到邦尼身边 他知道邦尼已经不需要他了 所以他也决定听从内心的声音 跟牧羊女一起去流浪 就这样 最后胡迪跟巴斯这些老友告了别 气氛变得有些悲伤 又带着几分温情 没过一会儿 邦尼爸爸准备回去了 巴斯几人奋力赶回了车上 胡迪和牧羊女则默默目送着他们离去 而紧接着 胡迪和巴斯则隔着窗户 默默地说出了那句经典台词 玩具总动员四这部电影 探讨了很多主题 比如说仪器 使命感 又或者跟自己和解 其中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胡迪和牧羊女吵架时 出现的那两个LOST 胡迪说牧羊女是LOST toy 也就是被主人遗弃的玩具 可牧羊女却说 胡迪才是真的LOST了 这里的LOST不是仪器 牧羊女是在询问胡迪 她的内心是否迷失 这和胡迪的那句 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非常契合 而我们做出选择时 也得弄清楚一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到底想要什么 只有这样 我们才不会那么后悔 好了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黑白 咱们下期见